现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越来越多了 经常会遇到一些堵车的情况 为了方便一些应急车辆的行驶 会有一些特殊通道或者紧急车辆民地以后 行人和车辆就得有意识的去让道 这都是最基本的素质和自觉性 但是有的人就是素质比较低 偏不给别人让道 这不一女司机在道路上行驶 而后来了一辆救护车 在后面特别着急 一直在鸣笛想让前面的车给让一下道 但是前面的女司机就是没有反应 一直慢悠悠的在行驶 后面的救护车可是有紧急情况 没想到女司机的行为这么可耻 真是内心一点也不美丽 这女司机要是担摸人家的救护可咋办 她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呢 真是不可理喻 人家跟她理论 她还一点都不讲道理 说死了人活该 众人听了以后纷纷觉得这个女司机太差劲了 死活就是不给救护车让道 交警来了以后 女子还是不停宣告 最后被强行带走 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真是不可理喻 这不是拿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吗 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